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章几何的基本概念 那这一边呢 我们就是要进入的那个有图形的 英文叫Geometry 几何叫Geometry 所以像正方形啊 长方形啊 什么形什么形啊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几何的一个部分来的 OK 相信在小学呢 已经有接触了一些 那我们呢 如果有会了的 那我们就当作是复习 不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重新学习 大概是这样 锐脚 直脚 顿脚 平脚 幽脚 周脚 到底是什么 OK 这些名字呢 就要开始的 要学起来 鱼脚 骨脚 铃骨脚 还有共二脚 再来呢 就是对称 我们对称有分成线对称 还有点对称 那分别又代表什么 过后呢 我们就要 两条线之间的关系呢 有香蕉线 有垂线 有平行线 各分别代表什么 然后呢 我们之后在研究平行线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到呢 有对顶脚 有同位脚 有内挫脚 还有同旁内脚 这几种脚 最后呢 我们再判断说 这两条线到底是不是平行 的一个逆判断 这样子 OK 所以大致上呢 就是这一个章节的 要教的东西 OK 先讲一下12.1 这个是非常基础的一个部分 什么是点 怎样 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点 A代表一个点 B代表一个点 一般上呢 我们用大写的英文字母 来表达 OK 很简单 没有什么东西 再来呢 有一种讲法 叫用dimension 我们叫dimension dimension的讲法呢 这个点呢 其实就是zero dimension zero dimension 就是一个点 过后呢 我们去到线 线呢 就是一个one dimension 的一个情况 OK 这样线呢 有包括了直线 有包括曲线 so 你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母来表示 可以是小写的 也可以是大写 OK 小写大写都写 一个英文字 OK 像这一边的话呢 L 小L 这个是用大L来表示 应该没有规定 所以小L就是曲线 大写的是直线 好像是没有了 好像是没有 然后呢 再来就就是 如果我们一条直线 它可以通过两个点 只要我有找两个点 基本上要同时通过这两个点 它一定是同一条直线 你再画其他的不同的角度的话呢 就不会通过两个点 应该是讲说 如果我这两个点已经定了的话 我一条线要同时通过这个特定的这两个点 你只能画到一条直线 所以这一边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了 两点的确定一条直线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那线来讲 直线来讲呢 一般上我们是无线延长的 如果我要特定呢 就讲说 这个A到B的这一段 里面的这一段 我们就叫它线段 比如说这一个 我们叫线段 左边这个叫线段 再来有时候呢 我要有一边是延长的 另外一边没有延长 它就叫做设线 像呢 它在这一边呢 它从A去B 然后呢 在B这一边 无线延长 那我们叫做设线B 如果我叫它设线B A 它就是从B去A 然后呢 再无线延长 就是在左边 无线延长 右边并没有 OK 所以设线呢 它只是一边的 无线延长 那如果我讲直线的话呢 一般指的 就是两边都无线延长 这样子可以理解 不过呢 这个也很少会这样子 考虑大家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要找 经过P和Q的直线呢 你大概是这样子的话 OK 当然你讲说 老师刚才你的斜率 如果移一点 好像还是通过这两个点 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画这个点的时候 可能那个点出了一点 就是画起来 像我们铅笔 你加出它而已 但事实上呢 在数学上来讲 一个点 它是没有厚度的 但是如果没有厚度 你就看不到它 对不对 所以变成了 我们会加出一点 让你可以看到这个点 事实上它没有厚度的话呢 你不可能会有画到另外一条 这个斜一点 还是怎样 不太可能 好吧 所以在数学上呢 我们是 perfect 我们把它 完美化的 好吧 OK 所以这个是直线PQ 直线PQ 我们P这边要吐出来 Q这边吐出来 其实是无限延长的 这边它要的是线段 所以我从T 去S就要结束 从T去到S PR的话呢 PR射线的话呢 对 打到 PR P R射线我不要这样子 好 我再移一下 啊 PR射线 你知道从R这边呢 要吐出来一点 过后呢 SQ射线呢 应该是这样了 OK SQ射线 好吧 所以这个是 A B C C C的 第一个 跟C的第二个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大家 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没有什么难度 那我们再接下去 看 2Dimension 所以点是 Zero Dimension 线是 One Dimension 面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 二维空间 华文叫二维空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面 面也有平面跟曲面 像这个就叫平面 这个叫曲面 OK 然后呢 就去到三维的话呢 就是3Dimension 我们的一个体 OK 像木块啊 像这个皮球啊 都是T啦 像这个长方体 啊 就也是T 那长方体 如果我们在研究它 到底有几个平面组成 它是有六个啊 六个平面的 上下左右前后 上下左右前后 六个面 然后呢 面跟面之间呢 你就看到说 面跟面之间 好像交了一条直线 对不对 然后呢 线跟线之间呢 又会交一个点啊 所以你从这个 立体图形来看呢 你就看到 立体图形也会有 二维的平面啊 或者是曲面啊 对吧 然后呢 也会有一维空间的 那种线啊 然后呢 也会有点的存在啊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平面的图形 有哪一些 这个名词 名字呢 你要记起来 OK 长方形 Rectangle了 Rect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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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 我突然间英文变烂了 OK 长方形是Rectangle 正方形是Square 然后 菱形叫Rombus 虽然 虽然有一些幼稚园 它们叫Diamond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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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正确啊 这个叫Rombus 可以要写一下吗 Rectangle Mathway spell 除毛 OK Rectangle Square 然后Rombus R-H-O-M-E-U-S 平行四边形 那个名字 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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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ra 来 So 它的平行四边形的话呢 它是对对面的两个边是平行 实际上我们会再解释平行是什么意思啦 然后呢这个是三角形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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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形是 T形叫什么 Trapezium Trapezium OK So五边形是Pentagon Pentagon Pentagon 然后呢圆当然是Square OK So这个 当然它有五边形以外 还有六边七边八边九边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叫多边形 那六边形叫Hexagon 七边形叫Hetagon 八边形叫Pentagon 所以我们直接在上多边形的时候 我们会再更加详细的讲 那我们初步呢就不要讲太多了 不然的话也消化不到太多了 OK 所以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平面的图形啊 然后呢 然后呢它看有多少条直线围层 如果是四个边围层的它统称四边形 像长方形正方形零形平行四边形 T形啊甚至T形都是属于四边形来的 然后呢三角形的话 这边只有一个啦 其实三角形有在分的 你有顿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睿角三角形 睿角三角形 灯腰三角形 灯边三角形 所以这些特别名字呢 要怎样分呢 我们会在特别的章节有在上的 然后像我们有一张是上三角形的 我们有一张是上四边形的 OK 所以啊 不要紧张啊 未来还有很多的这个更加详细的部分 那你边与边之间呢 就会有形成一个顶点 像四边形 一般上它就有四个顶点 五边形呢也会有五个顶点 但是呢 远呢就没有顶点了 因为它一条曲线形成的 再来看立体图形啦 立体图形 我们的立方体呢 英文叫做Q C-U-V-E OK 然后呢 长方体呢 叫Q-B-E 圆柱体 Cylinder Cylinder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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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体 没有 球是Ball 但是我们叫Sphere OK 我们叫Sphere 四角椎 Pyramid 这个在英文来讲呢 它就没有很详细 对它来讲 这个是Pyramid 这个也是 好像这个也是Pyramid 好像也是 但是在华文来讲呢 我们是怎样定义呢 它的底呢可以是四角 然后呢肩上来 肩上来我们就叫它追 像这个呢 底面是四角形的嘛 所以我们叫做四角椎 这个呢我们叫它三角椎 它也叫四面体 因为它总共有四个面 左右 这个侧面有三个三角形 底面有一个三角形 所以它总共是四个三角形形成 它也叫四面体 有不同的名称啊 然后呢这个叫 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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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柱体 英文 英文好像也是叫四灵的吧 OK 所以呢有时候呢 他们的英文的名 我个人觉得呢 有时候 会比较含糊一些 在华文来讲呢 圆柱 这个也是柱 但是这个圆柱的话呢 它是圆形为底 我叫底啦 它的底 横截面 横截面 就是它不管哪一个位置 看过去都是一样的形状 都是圆的 这一个的话呢 它可以是三角形 可以是正方形 然后呢可以是长方形 长方形 长方形的话 就是形成这个长方体的吧 对吧 是 然后可以是五角的 五角柱也有 六角柱其实也可以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龙柱体 OK 所以接下来呢 当然 这一边呢 它会考你什么呢 就是考你想象力 就是说它在 给你立方立体的名字的时候 你自己要去想象说 它有多少个面 对吧 然后呢 它有多少个条边 你自己要去想象一下 然后呢 我看一下 它的平面 一般上是有平面 对不对 它就会问你它有多少个面 当然它也包括曲面 它也有包括曲面 有一些像 像什么呢 像球体 它有一个曲面 像这个圆柱体 它侧面呢 是一个曲面 像这个圆柱体 它也是侧面 是曲面来的 OK 所以有些是曲面 像这个的话 它有总共两个面 一个平面 一个是曲面 对吧 所以是两个面 那还有的就是 它的平面跟平面相交的直线 就叫边或者冷 OK 边跟边相交的点呢 叫做顶点 像正方体来讲呢 它总共有六个面 有十二个边 还有十八个顶点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没有人背的啦 我也没有去背的 我只是需要想象长方体长什么样 我自己呢 现场呢 我最想象了之后呢 再算一算的 它是有多个面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既有平面又有曲面的立体 是什么呢 刚才有讲了 圆柱体 对 它的侧面是一个曲面来的 它底面是一个平面 对吧 然后还有啊 它没有讲一个嘛 所以它举两个 所以圆柱体也是 对吗 圆柱 刚才有讲到圆柱体 圆柱体呢 它侧面是曲面 它上面跟下面呢 会有两个平面 好 所以它两个平面 一个曲面 圆柱体的话呢 一个曲面 一个平面 然后球体就有曲面 没有平面 其他的大部分呢 是有平面 没有曲面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吧 那这个练习的话呢 我个人是觉得不是很重要吧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然后呢 也不难 啊 所以我直接的来讨论一下 就好了吧 哎 我们先高音换到按换了